例子的话也是一种适配的方式 就是假如我们屏幕的宽度在固定的变的话 怎么适配 那么这是一种适配方案 就是它可以放缩 放缩 放缩就是说在这个宽度上可以放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种宽度放缩的方式的话 它是不是怎么样 是整体的压扁 是不是在压扁 那么有时候我们希望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整体压扁压得太扁的话 我想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我感觉每一个太扁了 是吧 我可比这么做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压扁的同时怎么样 我想让它这个是四个排在一行吧 如果屏幕的宽度不够的话 我可比什么 一个排一行排两个 是不是可以啊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是吧 这样的话是什么呢 就每一个就不至于压得太扁了 是吧 就不好看是这样的 不好看啊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什么适配方案就是什么呢 这个什么 响应式布局啊 响应式布局 好 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适配方案啊 就是这种响应式布局啊 那么我这里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这个布局的话 不是说我们就用一种布局来做所有的布局啊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页面布局的时候 我们是结合好几种啊 有时候比如说 把它和它一起结合来 做一个整体的布局 没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一个页面 可能会用的用到两种布局的方案 来做整体的布局啊 不是说一种布局的话呢 我们就用用到一个整个页面 都用一种布局方式啊 就说一个页面来完成 这整个页面的这个布局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几种啊 比如说会用到流体布局 或者用到响应式布局 或者用到这个什么 RAM的布局 我们可以 可能是把它们三个结合在一起来 完成一个页面 也有可能 明白没有 不是说我们一个布局就针对一个页面 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里 这里另外的说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把它分开的话 是方便大家理解啊 这种布局是怎么做的 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响应式布局 是什么一回事啊 响应式布局的话 就是解决我刚才说的问题 是吧 如果说你在很宽的时候 我可以分成几栏布局是吧 按照几栏的布局吧 可以排成银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很窄的时候 我帮他们整体压别是不好看的 比如说我是整体是四栏 我在压小的时候怎么样 我把它排成两栏或者三栏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用到什么 响应式布局啊 响应式布局的话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响应式布局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个什么呢 Apple Media 一个什么呢 媒体查询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通过什么呢 它可以自动的是什么呢 去感应这个什么 这个屏幕的宽度啊 然后的话 这个屏幕宽度如果变宽的话 怎么样呢 比如说是这个是 马克思万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九百六的时候啊 就是在什么 小于九百六的时候啊 小于九百六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样式啊 这个样式就起作用了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再小的时候 再小于七百八的时候 这个样式就起作用了啊 那么这个样式的话 就覆盖上面的样式 明白没有 就覆盖上面的样式 那么就用这个样式来起作用 就这个意思啊 就达到什么呢 这个响应式布局的这个效果啊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这个响应式布局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来新建一个 这个是响应式布局啊 响应式布局 好 存一下是吧 好 那么假设说 我这里还是来什么呢 来一个CON吧 啊 CON里面 那么假设里面有四个DIV啊 DIV啊 乘以一个4啊 好 这样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假设编个号吧 假设这是1啊 这是2 这是3 这是4是吧 好 同样的我先给它一个样式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先给什么呢 先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body啊 body把它清空一下啊 body的piding把它清空一下啊 body的 这个 marking把它清空一下 是吧 marking啊 好 marking给它一个0是吧 好 接着的话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CON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DIV是不是这样的啊 DIV啊 好 假设说的话 它的什么呢 这个宽度啊 好 宽度假设是多少呢 每个宽度假设是这个 宽度假设给它一个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三 宽度是百分之十三 这可以吧 宽度百分之十三啊 好 那么的话 同时的话 让它们的每一个这个盒子啊 每一个这个盒子 好 假设来一个像 来什么呢 来两个像素边框吧 border 然后是两像素 然后平线是吧 来个黑色啊 好 然后背景色的话 来个够的吧 背景色来个够的啊 好 够的 好 然后的话 这个高度的话 我给一下啊 高度假设给个 给个200px啊 这么大的一个高度啊 好 接着的话 我在给什么呢 那么我这个宽度给它百分之三 我是想给什么呢 给它的这个整体 给它一个marking啊 marking的话 实际上也可以什么呢 给这个什么 给这个这个 给这个百分比啊 假设marking是百分之一 marking是百分之一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整体的 这个每个盒子的上下左右 都是百分之一的这个marking 啊 那么的话 这个Y是百分之二十三吧 加左右的百分之一 是不是就百分之二十五啊 每个是不是占了什么 刚好百分之二十五啊 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dib是吧 这样一个dib啊 然后的话 让它float来个什么 left啊 好 好 这样做完之后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你说这个每个占百分之二十五 怎么没排在一行啊 border吧 是吧 border导致它怎么样 大于百分之二十五吧 是吧 好 那么把它设为什么呢 bobus sizing是吧 然后border box 那么就什么呢 这个边框就算在这百分之二十五里面去了 是吧 算在百分之二十三的里面去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排在银行了 是吧 就排在银行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它缩小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它缩小是吧 好 我这个时候缩小 缩小没问题吧 好 再缩小的时候我希望它怎么样呢 假如说两个牌的银行 是吧 压的太扁呢 是不是不好看呢 是吧 假如说我让它两个牌的银行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就用到这个媒体查询啊 媒体查询 好 这个怎么写呢 怎么写啊 好 好 媒体查询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媒体查询就是这么写的啊 我现在是从大变小啊 从大变小是吧 从大变小啊 什么变得的话 那么就是媒体查询是什么 Altermedia啊 media 然后是空格啊 然后一个括号 Marcus Weiss Marcus Weiss 假如说是来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来一个 假如说是那个 六百的时候吧 六百的时候啊 或者是先给个大致的吧 假如说八百的时候啊 八百PX的时候啊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是这个 屏幕最大的尺寸 最大宽度是八百的时候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屏幕小于八百的时候啊 是这个意思啊 假如说屏幕小于 宽度小于八百的时候 然后的话 用下面的这个样式 有没有没有 下面这个样式就起作用了啊 好 这个是点CUN里面的DIB 是吧 这个怎么 假如说我让它的宽度啊 每个的宽度变成什么呢 变成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 假如说是 四十 四十六 四十六吧 四十六啊 每个是百分之四十六啊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marking变成什么呢 marking变成这个 每一个四十六 那么左右的话是二吧 是吧 左右是二啊 marking的话变成百分之二 这样一个宽度啊 好 这样子的一个宽度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别实现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屏幕小于百分之八 小于八百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样子是不是起作用啊 啊 就是在小于八百的时候 这个样子才起作用啊 这个样子起作用之后 那么这个两道的全动值 是不是一样的 他们全动值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之后 那么这个YS就覆盖掉它了 明白没有 这个YS就变成了百分之四十六啊 这个marking就覆盖掉这个了 是吧 回到这个了 好 那么的话 现在的话 那么相当于是 一行的话 只能放两个DIB吧 一个DIB的宽度是百分之四十六 加上左右二的话 就是百分之什么 百分之五十吧 那么只能放两个DIB吧 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啊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屏幕我再缩小啊 好 缩小啊 好 缩小到八百的时候看一下啊 是不是啊 是变的 好 缩小八百的时候啊 好 缩小到八百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 每一个占百分之四十六了吧 是不是刚好怎么样 就是整体就百分之五十啊 是吧 好 那么假如我还想变啊 如果我在变到这么大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想一个占一行 一个占一行 是吧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在小的时候一个占一行啊 那么这个时候还怎么样 再写一个这个吧 再写一个查询啊 好 好 那么假如是到了四百的时候是吧 到了到了四百的时候啊 四百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让这个每一个宽度变成百分之 假如是百分之九十九十六吧 是吧 或者九十四 是吧 九十四啊 然后宽度 左右的宽度变成百分之三 是不是可以啊 就是我让它的编剧稍微变多一点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当屏幕在小于四百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样子就起作用了吧 是吧 那么就是 实际上这个样子也起作用吧 好 首先是什么呢 它覆盖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它又覆盖它 这个是不是叫沉叠样式表啊 叠加啊 那么这种每个DIV的宽度是九十四 然后是吧 百分之三十的宽 左右是什么 刚好百分之百吧 好 这样子的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现在我接着再把它缩小 是这样子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每个站一行啊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配 可以实现响应式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是在移动端呢 是吧 移动端看一下啊 移动端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忘写了一句吧 然后是在移动端啊 这个是不是缩放了 是吧 缩放了啊 按理来说应该是 这个是应该是小于四百的 应该是三百七十五 应该每个排一个了吧 是这样子啊 好 因为它整体缩放了 是吧 那么我们还得写什么 写一个Matter吧 是吧 四口的设置啊 Matter 然后什么VP吧 好 这个时候设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每个排一行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不是可以适配 很多个屏幕啊 是吧 比如说这是手机端的 是吧 好 假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平板 是吧 这是平板的 好 这个是假如说 这个是手机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平板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大点都是PC端吧 是不是整个都适配了 好 这就是什么 响应式布局吧 这就是响应式布局啊 其实也不难吧 响应式布局实际上 就是用了这个效果吧 这个技巧啊 用这个技巧做的啊 好 好 这个就是关于 响应式布局的这个技巧啊 啊 是的 没有